不要再歸扯 一開始是2800塊 我們把它溢價溢到2200 哪個地方不對 錯就錯了嘛 你要歸扯什麼費率所定的 對啊 同樣的費率 為什麼你要多9000萬 這才是問題的 兩度痛批 蔣市府歸扯 柯文哲連日來 為監視器案開戰北市府 眼看市長蔣萬安正面對決無果 副市長李四川也跳下來參戰 臉書嗆柯文哲咄咄逼人 末18年才產生今天結果 柯文哲也不甘示弱 跑到底下留言嗆聲 蔣市府為何要配合議會 不合理的誕書 李四川則冷迴 施政沒顏色 是非也沒顏色 底下不只藍移民代替李四川讚聲 柯粉也加入戰局洗版 替柯文哲護航 我知道李四川來問個題目 他說如果那個不合理 為什麼八年不停掉 當年在台北市政府內 是有做過兵棋演習 今天如果我們把台式官的網路 叫做好我不幹了 這個新的電信公司要進來接 那個台北市這一萬多次的 攝影機是有空裝機的 簡單的事我早就做掉了 哪裡輪到你 李四川的 怎麼看一顆主席說錯了就錯了 不要鬼側 這些問題我想他可能是在問他自己的 腳腕回栓問題出在柯文哲身上 不過柯文哲再開心戰場 建議乾脆停掉25年長約 但合約才走一半 喊停有這麼簡單嗎 我們一定會以全體市民權益優先 進行全面的考量 不會只說不做 跟台志光解約與否 北市府還在研議 前後任市府開戰 除了釐清責任 這漫漫長約如何解決 才是最實際的問題 三星文正常報導